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浪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菲律宾的这个防长对中国下最后通牒 说让中国两天之内赶紧从他们的所谓的西菲律宾海 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南中国海的东部 从我们的领土牛厄礁这一带撤走 他说你的民兵在这里 那华春云多次强调说这是我们的躲避 这个飓风的 这边应该叫乐带风暴吧 的船只都是渔民 没有民兵 菲律宾外长 菲律宾防长他没有登上这个船只 他怎么知道里面是民兵还是渔民 那么他给我们下达命令 叫我们离开 这是菲律宾的领土 专有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 还有一个事情很奇怪 他的外长在福建这边访问 但是他对中国 却胜赞中国 胜赞中非友谊 那么从菲律宾这个 双重人格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欧洲 包括日本 也是对中国这种态度 你发现没有 他们的 这个 欧洲是经济部长 贸易部长 对中国态度非常友好 包括他的政府的一些 这个偷偷脑脑 但是你看到没有 他的这些 外长 防长 对中国 他总是 很强硬 措施强硬 在我看来 他们没有意识到 中国的绝对实力 但是我说过 你的绝对实力 要通过一场局部战争 来树立的 真的 今天中国 如果说不想再遇到 这样的局面 就好像别人动不动 就打台湾牌 动不动拿台湾来 做文章 就必须要见点血 真的 有的时候 老兵不是说 我是什么好战分子 我也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是像以色列 杀龙那样的 那样的人 对不对 但是 我可以说 今天中国如果说 还想 真正的让别人 来竞争咱们 咱们必须通过 一场局部战争 来立威的 否则的话 一面德国 法国 跟你做的大生意 大买卖 依赖你中国市场 一面派军舰 来到南海这边 来叽叽歪歪 搞不清楚 菲律宾 防长突然之间 有这种狠话 是因为布林肯说了 强调美飞 共同防御 罗斯福号 航空母舰 又进入到南海 新八国联军将在南海 南沙附近这边 搞军事演习 菲律宾他 认为援军到了 人要给我们颜色看 他在外上 我说过 他的这个行为 和防长的这种 两极分化的行为 对中国 我说了 想给咱们一个糖吃 但同时要 要来揍我们 但是我说过 他来揍我们 那是行不通的事情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这篇文章 面对中国非防长严厉指责 非外长胜在 友谊 我们先来看一看 北京用大量船只收紧 对南中国海控制 中国的船像不会离开的客连一样 停在南中国海的沿郊 而且越来越多 中国说 他们对躲避风暴的渔船 但他们看起来没有在捕鱼 而且数十艘船 整齐的扎堆躲避 从未来过的风暴 不久前 中国通过在南中国海 有争议的水域建造人工岛 以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 现在中国的新策略是 大量渔船停在 有争议的水域 有效的无视其他国家的 这个驱逐令 我就搞不懂了 我们在我们的领土上 进行任何的活动 外国对我们进行驱逐 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 我一直都讲 菲律宾的防长说 我们在南沙发现一些 发现在我们的南沙 发现一些非法建筑 说你是违章搭建 他大陆不是现在 特大城市都在 这个搞违章搭建 是去年的事 都已经搞过了 去年前年的事 一直在搞违章搭建 那现在菲律宾 他用中国的这套话术 他说你在南沙 有违章搭建 那是他的地盘 那如果说 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说 我一直都讲 旅宋岛 绵南老岛 也是中国固有领土 菲律宾在上面 菲律宾能在上面 进行违章搭建 马上要滚蛋 菲律宾的船只 和他的所谓军舰 渔船通通滚蛋 你到这个 该干嘛干嘛 到哪去到哪去 那是中国固有领土 如果说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做 是不是 我们看到 这个 菲律宾呢 他是这样讲的 他这个防长 他这样讲的 说牛厄礁这里呢 他是平时 是淹没在海底的 淹没在水面以下的 那么只有这个 退潮的时候 他才会显示出来 说中国 现在在这里 集结渔船 是要进行 大规模吹插造岛 他同时也说 黄岩岛和美激礁 也是他的 美激礁黄岛 都是他的 然后又说 2012年 阿基诺三世 对西菲律宾海 提出主权申索 然后是 海牙国际仲裁 仲裁了 说中国是 对这些岛屿 是没有主权的 但我说过 九段线里面 南海所有的岛屿 这片水域 所有的资源 油漆资源 渔业资源 全是中国大陆的 所以说 菲律宾没有 任何的理由 要求叫我们离开 我说过 不三不四的话 2016发生的事情 可以再发生一遍 不要以为 好像拜登 现在在这边 好像对中国很强硬 我说过 马上要跟习近平见面 要谈这个气候了 克里也要跟中国 来谈这个气候问题了 对中国来讲 中国是积极参与的 对我们影响不大 真正影响的是 你们这些发展中国家 你们的碳排放 要被限制 就限制你们的发展 所以说 今天我们看到 像菲律宾这种 所谓的有美非的防御条约的 包括是日本 美日的防御条约的这种国家 他都该跟中国牛逼一下 那菲律宾外长跑到这里来 那一边在牛逼 对我们说他倒是 还甚至派出轻型的战斗机 飞越这些渔船上空 飞越牛俄胶的上空 飞越我国领土的上空 那这种动作是很危险的 无非是想 在后面有动作 然后外道过来谈 问中国多要好处 这是他们的这个逻辑 今天 包括欧洲立陶宛 说要在台湾设经济办公室 法国派议员到 这个台湾去 捷克派议员到台湾去 波兰也想干这个事 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了捷克 问中国大陆要免费的疫苗 法国要加大 要放 要中国大陆放开 对他的这个投资 我们看到了 还有一些立陶宛 他也想从中国大陆得到好处 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打台湾牌 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在国际上 给你强硬 来制裁你的新疆 制裁你的香港 说三道四 那么要堵住他们的嘴 可以大撒币吧 或者说免费给我们援助一些东西吧 这是他们的目的 所以我说过 今天的中国 我们必须要通过一场局部战争 来树立我们的威信 因为你的军队再强大 再牛逼 东方四十一 零七五 怎么怎么低 都再牛逼 你没有 实打实的让别人观摩过你 痛揍别人的这个画面 你没有这个画面 别人就不会疯你的 大家让美国在背后 煽风点火 让日本 让菲律宾这些国家 顶在前面 跟中国牛逼 是不是 所以说 需要立威了 我一直都讲过 你这个时候 必须要立威 但是我们现在 还是处于一种克制的状态 那战略定力是要保持 没错 但是我会说 连个菲律宾 都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国 这种态度 那可想而知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国家 会效仿菲律宾 做这样的举动 那其实我们损失是更大的 所以说 但是现在呢 你说这么多军队 就是在南海这边集结 是不是 我们也不能够说 在新冠的背景下 大家去动武 他的外长也来谈了 他也没有跟你闹掰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有 我们的这个行为准则 我现在非常认可 北京的做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放这么多渔船在这边 就是放在这边 白天就给他开灯 给他照 菲律宾对这个牛厄礁 这个地方的争夺呢 他有一定的道理 包括黄炎岛 为什么呢 我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说他们的道理 只是角色转换 他们认为 这些岛屿离菲律宾太近了 实际上是美国认为 离菲律宾太近了 是美国认为这些岛屿 包括黄炎岛 美济礁 包括这个牛厄礁 我们马上就要舔的这个牛厄礁 在这里部署这个防空导弹 和攻击型的导弹 美国在巴拉旺岛 大家知道 牛厄礁离巴拉旺岛150公里 就150公里 就基本上咱们这个南海的这些岛屿 都贴在这一圈国家的门口 那美国在这边有巴黎斯塔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是干嘛的 咱们停 批批批批扒杠A的 就是来南海来侦察潜水艇的 那我们 所以这么近 你他妈飞机一飞 我第一时间紧接第一时 一些地空雷达瞄瞄瞄你 它肯定头很大的 包括黄炎岛也是 黄炎岛这个位置很重要 我们现在不动 是就看你打算想怎么搞 黄炎岛直接对着 就是美国在 美国在菲律宾这个苏比克湾这一带 也是它的这个海军空军 这个基地都是在这边 美极交更是了 卡在美军前出南海的这个 非法进入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节点上面 所以说 是美国让菲律宾的外长这样来讲话 但他自己没有这样子讲 他整个说 你对这里是非法的 是不是 非法 你美国 你你这领土也是非非法的 那是印第安人的土地 那你也是非法的 所以说不要讲这个法统的这种 法理 法理性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说菲律宾 他 皮油 皮油间讲 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 他怎么讲就怎么讲 我们就在那边待着 你再唧唧唧唧 海警船直接就开过去 军舰直接就开过去 就在那边警戒吧 是不是 你还有这种想法吗 你菲律宾要专属进去去干什么 你菲律宾 现在疫情 你菲律宾基础色素又那么差 国内又有阿布萨耶夫 又有南摩尔解放政线 是不是 你一个岛 自己这些事情都搞不清楚 黑帮又多 所以我就讲 他 叽叽歪歪跳出来 像跳梁小丑一样跳出来 没用 中国不理你 中国不理你 不要以为 今天好像跟中国来玩软衣 揭食这一套 我想说的是 你跟中国玩软衣揭食 这一套是咱们玩了几千年的了 我们给你软衣揭食一下 我们给你来一下印的 你就受不了了 直接16年 击沉你两艘军舰 直接断掉你菲律宾 所有一切水果来大陆的渠道 大陆游客不去 你菲律宾还有啥呀 啥也没有 只有什么 破破烂烂的一个岛 内部还很乱 分离主义横行 然后呢 女的呢都是 不能不累的 很多都是去当飞用去了 难道一辈子就当用人呢 菲律宾也就一个一个帕奎奥嘛 那还那还有还有啥呀 是不是 所以说 老老实实的和中国在这边搞合作就完事了 在这里跳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到时候也跟你来同样的话 对你的吕颂岛跟 明朗老早讲这样的话 你说得了吗 你受不了 颠扬颠扬自欺 撒帮要照一照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编那奥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